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何啟俊 是千里石證券的研究部經理 近期 國家法改委和國家能源局 亦發表了一份關於 《完善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機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見》 這份意見就提到 希望在十四五的時期 建構一個以綠色低碳發展的制度框架 形成一個比較完善的政策標準市場和監管體系 目標是到2023年 新能源可以基本滿足能源需求之餘 亦可以規模化替代化石能源的存量 意見其中一個提到的重點就是 希望以一些沙漠、荒漠的地點為重點 加快推進一些大型風電和光伏發電基地的建設 由於雙碳政策已經成為國家一個重要發展的策略之一 預計在中央的指引大方向下 地方政府會出台更多措施配合 會拉動一些和新能源產業有關的產品需求 我們都建議投資者可以留意新特能源1799 提到新特能源主要的業務是從事多徵規的生產 以及向一些太陽能和一些風電的發電廠提供一些工程建設的承包服務 以及他們亦都會提供一些發電廠的營運 公司在一月尾的時候就發了一個盈利預期 他們就預告在2021年的淨利潤會按年增長7倍到大約50億人民幣 盈利大幅增長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多徵規的銷量增加 以及價格亦都大幅提升 以及公司旗下自營的一些風電和光復的一些電站 發電量或者規模亦都增加 帶動過盈利其實亦都有一個非常好的表現 只望今年 我們預計內地多徵規市場在這個叫做光復發電 即是裝規的需求是繼續提升的底下 預計多徵規市場仍然會維持一個供應偏僅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在春節過後 預計那個銷售淡季亦都即將告一段落 而在3月份來自一些叫做下游的訂單需求亦都會逐漸增加 我們預計將會拉動到這個多徵規的價格上升 雖然國內其實見到一些叫做多徵規的銅業 很積極在增加一些產能 但是因為多徵規的抗產亦都需要一些時間 我們預計會去到今年的下半年 多徵規的供應才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提升 回到新特能源在一個自身發展方面 公司亦都很積極去擴展他們現在的產能 包括他們幫現有的產能做一個技術改造 預計有大概3.4萬噸的一個新增的產能 會在今年第一季之前完成 還有在中長線方面 公司亦都叫做在新疆那方面 希望建立一個比較大型的生產基地 預計就會提供到一個10萬噸的產能 這個新的基地預計會在今年的年底之前會落實 看看一個策略上 我們見到其實新特能源的2022年的預測時限率 大概是3.3倍 股息率是5厘 股息率亦都非常吸引 你說跟另外一間同業 即是保利協任30000來講 公司的PE亦都比較低一些 所以我們見到近期的股價 亦都叫做在15元附近是還行的階段 我們都建議可以現價收集 做一個中長線的部署